而各地方政府也有加码 像是在高雄市府这里就加码 1000元的高雄券同步开放绑定 不过市议员就认为了 当消费者他们选择数位五倍券 为了抢这个高雄券的有限名额 那势必就会刷卡 等于说快速的大笔消费 最大的受益者就会是大卖厂或是百户公司 那这样的行为反而会让没有刷卡机 而且单笔消费比较低的小店家 因此被排除在外 打蛋煎肉排 一份几十块钱的餐点 传统早餐店 餐饮店 每笔收入都是小额消费 五倍券要来了 加上加码的高雄券 店家都期待接下来能让业绩增长 高雄市府加码的高雄券 在22号开放数位绑定 现在公布的方案 使用数位振兴券的民众 进行数位绑定后 再加入高雄开就赚的活动 消费满五千元就能拿到一千元的高雄券 但问题来了 消费者选择数位五倍券 要抢高雄券的有限名额 势必刷卡或快速大笔消费 最大受益者会是大卖场百货公司 那小店家呢 等于是看得到吃不到 议员建议 接下来的纸本振兴券 加码高雄券方案 应该要跟消费金额脱钩 采电脑抽签方式 拉长消费时间 才不会又变成 鼓励刷卡跟大笔消费 照顾不到受疫情冲击的小店家 保安新闻马曲静一 高雄报道